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你我家圆 欢迎收看6月22号星期三的大台中新闻 为了完善海线的行车路往 台中市政府编列预算 将过去早期已经征收的计划道路开辟 来协助地方发展 而这一天台中市长卢秀燕 就特地来到了沙路 来参与区内盘查计划中 最后一件道路的开辟动土典礼 而工程办公之后 就将打同正南路一段跟正顺路 开辟一条10米宽的道路 也减少居民 让小路的风险 行车上也更加安全 第一产开工顺利 在主城引导下众人职产动土 沙路正南路一段与正顺路附近居民 往往出入都只能靠三米宽的小路通行 相当不便 为此台中市建设局预计开辟 正南路旁10支5一支4计划道路 期盼能够提升用路人的安全 当时有的人就有点危险 车上都不方便 现在开车就开车就开车好走 车一定几减的 不说很大 一定都减减的 从沙路区的正南路 通到我们的这个正顺路 那这个地方呢 早就已经征收了 但是一直没有工程经费来开辟 那我们感谢 我们也争取 内政部给我们做了补助 然后台中市政府在自筹款 来今天要进行开辟动工 那希望明年初能够完成 为了完善海鲜生活路网 台中市府从107年以来 推动沙路区盘查计划 赤资约1.1亿 将区内已征收的计划道路做开辟 而这条道路也是计划内 最后一件未开工的道路 未来完工后将可提供约10米宽 全长370公尺的道路 供民众通行 那我们在沙路区呢 这次的盘查计划有12条 那其中8条已经都施工完成了 有3条在进行当中 那今天呢是最后一条 我们来启动 我们预计在明年的2、3月 就可以来完工 这条道路的开辟呢 未来我们的这个民众 这些长辈们呢 他们希望能够让他们的 这些子女呢 能够回来我们的家乡 能够来定居 我想这一条对他们来讲 也都是非常非常的便利 工程预计明年3月份能够完工 地方也期盼能透过新辟道路 带给居民便利 提升地方发展 吸引更多青年返乡居住 记者浪威台中采访不倒